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整个整件事情的样貌 让大家在自己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方向盘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 应该要往哪个方向前进等等 好 那在你真的开始动手做你的作品之前 或是计划你的作品 应该这么说 在台湾的唱片产业里面 这个术语叫开案 就是一群人坐下来 然后开始讨论说 我们接下来帮这个艺人发专辑 那这张专辑要怎么样怎么样 说什么样的歌 形象包装怎么样 等等等等等等 关于就是作品发行的一切讨论 这个行为就是开案 开始准备这个作品 那所以好吧 那我们这次主题就叫 在作品开案之前好了 那在开案之前 你需要先烦恼 写什么事情呢 其实我不得不说 在国外的独立音乐人 他们烦恼的事情里面 绝大部分都是 我这辈子根本没有想过 要烦恼的事情 那我相信也是绝大多不住 在亚洲做音乐 或是在台湾做音乐的音乐人 他们在思考这整件事情的时候 会完全忽略的事情 所以也这边提出来 跟大家讨论讨论 好的 其实在首先呢 如果你要发行一部新的作品 计划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很多人觉得会觉得说 我是个艺术家 我是个音乐人 所以我就有灵感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of course当然可以 如果你是想要当一个 百分之百的艺术家的话 当然没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你爸是唱片公司老板 或是你爸爸就开超跑 之类的等等 你根本不缺钱 那当然of course 你就想干嘛就干嘛 有灵感就干嘛 那我们这个podcast的宗旨 不是 我们这个podcast的宗旨 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如果他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成为一个 职业的艺术家 那所谓的职业的艺术家呢 就是你有办法 有机会能够靠你自己的作品 养活自己 所以我们要讨论一些 比较务实的事情 就是你能够在保有 你的艺术坚持的同时呢 同样也需要一些策略和手段 来维持你经济上的收入 好的 为什么计划很重要呢 因为我们是人 人是一个犯贱又懒惰的生物 所以呢 我们需要目标和方向 来告诉我们 我们接下来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都是 我们是人 就尽管是艺术家好了 就尽管是艺术家 我们是用艺术创作的冲动 来驱斥我们 进行手上的工作 这么说是没有错的 但是人都有 Lap Noir的时候 这是无法避免 如果你纯粹靠灵感 在做的事情 就是说我今天很有灵感 那我想要做什么样的歌 那我今天没什么灵感 那我就 那我就 出去散散步 吹吹风 晒晒太阳 当然这也是一种生活风格 但是我不建议 如果你想要把艺术家 当做你的职业的话 好 另外还有一个需要计划的 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把 艺术家这个事情 当做一个职业 也就是把它变成一个金流收入 能够支撑你生活所需 那所以呢 每个人的脑袋跟精力 跟时间都是非常有限 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很确定 就是你的每一个行动 都是有目的的 你非常清楚的知道 你现在做的这一件事情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一个完善的计划 在你开始做任何事情之前 好 关于计划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呢 我们是一个需要 我们需要一个非常大的目标 就是大到 就是你自己 刚写下来 都会自己有点害羞的那种目标 因为毕竟 说到底 我们是艺术家嘛 艺术家 你都已经决定要当艺术家 你还怕别人说 你好高无援吗 你就不要怕别人说 你要高无援 反正你都已经决定要当艺术家 不是吗 而一个很远大的目标 也不是说远大 一个 有对自己来说 有实践上一个困难的 一个比较大的目标 其实对于我发现 我觉得至少对我 对于我们这种 对于艺术创造 很有冲动的人来说 是一个一直能够 驱使我们往前的一个 对我 至少对我来说 是一个能够驱使我们 一直往前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立了一个 很明确的大目标 但是呢 我们需要实际实行的小计划 所以呢 我觉得其实比较理想的是 假设我们把专辑的发行 或是EP的发行的 整个期限 期间的 操作期间的 当作一年好了 那这一年呢 这一年呢 如果接下来 你要发行一个新的作品 你就可以立一个 非常明确 但是非常远大 你自己看了都会觉得 不太好意思 好像不太能达到 觉得非常有困难的 一个大目标 就是年度的大目标 然后呢 我们再用这个大目标 去反推所有 你需要做的事情 来达到这个大目标的 所有事情 把它一个一个细分 跟步骤化的切割 然后分在不同的 在商业来说 我们分成四季嘛 就Q1 Q2 就是quarter的意思 四分之一年 也就是三个月 商业就是这样 这听起来 这整件事情都很商业 对不对 没有错 确实这些东西 都是从电商的逻辑 或者是一个经营商业的方式 然后套用在音乐上 因为这其实 我必须得说 如果你希望能够 靠你的艺术作品 能获得商业等级上的收入 的话 你就必须要用商业的眼光 来看待这整件事情 否则 你就不要期待 你会获得商业等级的收入 这是一个非常相对的一件事情 你不要觉得 这个世界不停地 创造神话 所有艺术家 就是因为一直很艺术 而因为他的艺术作品 太棒了 所以他任何 有关于商业考量的事情 都不需要考虑 他就成功 我跟你讲 十之八九这些东西都是骗人的 专门 一群人设计了这个完美的故事 然后来骗大众 通常都是这样 这就是所谓的industry plant 在国外有个词叫industry plant 什么叫industry plant呢 就是大商品公司呢 看中了一个人 他可能是一个 长得可可爱 然后又红维唱歌 干干净净一个妹子 然后呢 他就把他 写出了一个 从头到尾都是假的生品故事 从头到尾都是假的发迹故事 然后找到 帮他找一堆ghost writer ghost producer 帮他做了很多歌 然后全部都说 都是他自己做的 这就叫做industry plant 有关于他的一切都是人为操纵 所创造出来的 但是你会看到一个 几乎完美的存在的一个艺人 这在国外就叫做industry plant 是一个非常普遍存在的事情 当然of course 在亚洲也是这样 只是比较难发现 所以在作品开案之前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如果你是一个初心者 所谓初心者就是新手嘛 也就是你没有发行作品的经验 然后你也没有太多 基本盘的群众来支持你的话 就是初心者 那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 在你开始一切的计划之前 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定位你自己 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 你要做什么样 自己风格的音乐 你不知道自己的风格是什么吗 没有关系 其实我也是这样的人 我其实是对一个音乐风格区分 非常低能的一个人 就是我其实没办法分辨 很多很细的音乐风格 你叫我讲 我其实也讲不出来 就是这个音乐是什么风格 我通常没有办法 直接给一个 这个定论说 这首歌是什么风格 我对于风格的判定 其实是一个很vague的一个 观念在我脑袋里面 所以这很正常 对我来说啦 那你要如何判断自己的风格 我给大家几个tips 是我 我觉得很实用 而且又很方便 就是不会很难 就可以收集到的资料 第一个呢 就是 问你的朋友 问你的老师 或是问喜欢你的作品 或问你的歌迷等等 第一个问题就是 听你的歌的时候 就是最容易联想到的 其他五组音乐人 就听你的歌的时候 他们会第一个想到谁 或是觉得你的东西 会让 跟谁东西最有关联 或是跟谁最像 会让他们第一个反应 出现的名字是谁 你就是每一个朋友啊 老师啊 然后歌迷啊 都去问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重要是 原因是因为你在之后 你在Facebook下广告的时候 这根本就是你 铁一般的数据来源 你就知道你的targeting 是什么样的 大家 其他一般人 对于听到你的音乐的理解 是什么样的 那如果你的音乐作品 唱的是英文 或者是 甚至你的音乐作品 是并没有以人生为重点的话 我可以推荐大家 一个很棒的网站 叫做Music Map Music Map就是音乐地图 那个Music Map 然后中间有个dash 就是MUSIC dash 然后MAP dash就是那个横线 破折号 是破折号吗 反正就是一条横线 Music Map 你去Google马上就有 那Music Map 最屌的东西呢 是 它用大数据统计了 所有跟这个艺人相关的 所有其他组艺人 假设你现在输入Coldplay好了 它就会在那个图里面 秀出所有跟Coldplay最接近 离那个 它是一个图 然后呢 最中间就是Coldplay 然后离Coldplay越近 在四周游荡的那些 就代表风格跟它越接近 他们的歌迷越重叠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power 的一个resource 所以大家如果 有机会想要尝试的话 如果你自己做了 音乐作品的话 你可以 就是首先问身边的人 身边的老师 和你熟悉的人 听过你作品的人 听到你的作品 然后想到的是谁 然后把这些名字 key进Music Map 你就可以得到更多 你平常根本 没有听说过 但是跟你的风格 可能靠北向的 其他的音乐人 这个真的是 未来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数据 请你打开一个Google document 或者是一个记事本 或者是写下来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了另外 其实最近大家在台湾音乐场 也常常在讲到一个 就是所谓分种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 这也是所谓大势所去 无法不可逆 也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一个现象 在国外有一个词 叫做Niche Niche是一个很奇妙的词 那什么叫做Niche Niche一开始讲的是一个神龛 什么叫神龛呢 就是在国外 他们常常会在家子 家的入口的门口 可能是庭院 到进到家里 那家里的门口 附近可能就会有一个 假设是耶稣的小雕像 然后他是墙壁挖进去 一个小小的空间 可是也不大 大概就一个骨灰坛 差不多就骨灰坛这么大 对嘛 就是骨灰坛这么大的一个大小 然后里面可能就会刻一个 耶稣的雕像 或是圣母玛利亚的雕像 那个就叫Niche 但是呢 在商业的理解里面 Niche呢 就是指的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大市场 和大市场之间的夹缝 细缝的小市场 这就叫Niche 也就是说呢 其实在这整件事情 你要扮演的 并不是大海中的一条小鱼 而是你要当一个 你要找到你的小池塘 然后在这个池塘里面 当最大的一条鱼 再换成中国人的说法呢 就是宁为鸡手 不为牛后 就是你要在鸡里面当头 也不要在牛里面当小弟 懂吗 这就是这个新时代的音乐产业 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 而Niche呢 这个词在音乐产业 在独立音乐操作里面 他们已经进化到 他们叫做Micro Niche 就是比Niche在更Micro 更微小 更Pinpoint 这种Micro Niche 就是在音乐的风格里面 除了既有风格以外 继续往下细分 定义到一个 真的很能够专属于 属于你的一种风格表述 举例 假设好了 你是做摇滚乐的 但是你可能做的风格 你在戏风可能会叫做 另类摇滚 叫Alternative Rock 对不对 然后或者是你是唱台语的 那你可能就再加一个 叫做台式另类摇滚 对不对 然后我们假设是灭火器 灭火器它可能就叫做 台独另类摇滚 我自己讲 但是大家相信很多人 都会给它一个定位 就是台独摇滚 对不对 这个风格 它可以是音乐上的风格 也可以是你在歌词上 所表述的事情 也可以是你的concept 就是你想要传达的理念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随起的 这些东西都可以定位成 你的风格的一部分 就像灭火器一样 现在DT 大家大部分人想到 灭火器就想到台独 不是吗 对 但虽然他们的公司 我跟你讲 虽然说他们的公司 很想要改变这个事情 但是要是我 才不会改变这件事情 就这条路走到底 有什么不好 因为他们就是大公司 大公司总是会 从头到尾都在想 怎么进中国 进中国 进中国 光满脑子都是想进中国 所以那种台独的事情 他们一切都想打掉 然后天天 我跟你讲 我跟他们工作的人有聊过天 就是天天都在骂他们笨 那天搞台独 怎么这么笨 多赚一点钱 有什么不好 那我就在想 那是因为你不是他朋友好不好 你不懂什么叫艺术家 因为你是商人 你当然不懂 对嘛 反正这种事情就是这样 但是这是个人个人的选择 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批判的 然后也没有什么好争执的 就是商人跟艺术家的 本质上的区别而已 所以对 那假设你是做乡村的 好了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乡村它可能叫做country country music 然后有比较细分的 就可能叫做bluegrass country 就是中文叫什么 bluegrass country 蓝草乡村 吧 然后你可能你唱的歌词内容 可能跟女权 女性平权比较有关系 那你可能就叫做女权蓝草乡村 听起来有点ridiculous 但是在国外他们真的就是这么干 就是把想办法定义出一个 真的很非常贴近专属于你 而且非常pin point 非常一个很很指标 很小的一个领域 来形容你自己的风格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 好了 等你确定出做出这件事情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资讯 你未来在做所有决策的时候 都会需要用到的东西 这个东西也非常重要 而绝大部分我认识的独立员 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 几乎没有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保有你为接下来风格上的一致 跟对于你群众来说 你想要累积什么样的群众 而且并且持续提供你的群众 就是风格一致的东西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的准备 这个东西呢 就是写下所有 形容你自己的形容词 记得是形容词哦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举例来说好 你可能可以写你自己是 活泼的 可爱的 或者是黑暗的 或者是认真的 或者是成熟的 富有灵性的 或是黑色的 各种你只要想象得到的形容词 你都把它写进去 然后呢 你可能总共大概写下15个到20个形容词 想尽办法写 你可能就是边走路也就边想 平常没事就想想 什么哪些形容词 是可以形容你自己的风格的 或者是你整个艺术家风格的 写完之后呢 接下来下一个步骤更重要 就是去问你的朋友 你的老师 你的家人 你的歌迷 同样的问题 其实他们写出 大行不让最少10个吧 5个到10个至少 不要造成别人太大困扰的话 可能就5个到10个 别人眼中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就是一样写下的形容词 我告诉你哦 通常 我可能这是个非常有趣的实验 非常有趣 真的你自己有空 也可以玩玩 就算你没有想要成为艺术家的话 你会发现 你眼中的自己 跟别人眼中的自己 通常都会有一段程度的落差 通常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差距 你会发现 别人眼中的你 跟你自己心目中的自己 其实有一段差距不太一样 那你把这些东西整理起来 当然你自己喜欢 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去除一些 你本身不喜欢的形容词 of course 然后到最后可能留下5个到10个 你觉得最能贴近 形容你的风格的这几个形容词 这些东西要干嘛呢 在未来 你在做的一切决策 不论是设计你的logo 设计你的专辑包装 决定什么样的歌 要收入进你的专辑 因为你可能会写一个假设你是个职业音乐人 像我们以前一样 我们以前一个月就写五首歌 一个月写五首歌 我们一年下来一个人都写了五六十首歌 整个团写了一两百首歌 那出专辑就是从这些歌里面跳嘛 那要挑什么样的歌 这个时候就很重要 那这些就是你的参考依据 那违背这些形容词的东西呢 你就不要做 真的就是这样 所谓的品牌风格是怎么建立的 就是你有一个一致性的 风格的 给人的感受 品牌的风格的建立 都是靠这些形容词的 那符合这些形容词的事情 你就做 不符合这些形容词的事情 你就不要做 从此之后 这些东西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判断标准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觉得这件事情该做 不该做 就把这个形容词 这个表拿出来 就是看这件事情 是不是符合 对于你自己的品牌定位 好了 当你决定了 然后也定下来 你自己的品牌之后呢 接下来怎么办 当然马上开始烦恼 钱啊 你要怎么赚钱呢 能够靠音乐赚钱的管道 非常非常非常多种 我先随便讲一些 有比如说 演出收入是一种啊 教课教学生是一种啊 实体专辑销售是一种啊 周篇商品是一种 数位串流收入啊 然后群众募资也是一种啊 还有一个其实绝大部分的忽略 而且在台湾 在亚洲比较难以存在的东西就是 影音同步只如首如 我在讲座里面有讲到 这就是所谓的licensing跟thinking 就是呢 你想想哦 这世界上每天都有好几千 好几百部好几千部的 独立影片甚至是商业影片 在制作中 所有的影片都需要音乐 这些音乐都是哪里来的 这些音乐都是他们花钱买的 这些拍片的 他们预算通常比音乐界都来到高很多 因为他们可是影视界 电视界电影界 他们那个预算随便跳都是 你在搞音乐的几十倍 几百倍几千倍 说真的 但是要怎么做到think ready呢 这个之后应该有空 我们再特别开一个主题来讲 我觉得thinking跟licensing是一个 我觉得在台湾的音乐人 从来没想过可以赚的钱 但是他却是我所遇过 就是我所见到过最夸张的数字 都是来自于thinking跟licensing 一首歌可以用几百万下去买 什么样的人才有可能 我跟你讲 只有电视跟电影才有可能 而其中最重要的逻辑其实是 当要考虑thinking跟licensing的时候 你就不能用音乐圈的角度 来看待音乐 你要用电视圈跟电影圈的角度 来看待音乐 你要让这些不懂音乐的人 他们是拍影片的人 他们是电影人 能够快速找到 他们心目中想象的那种音乐 这个时候metadata就很重要 什么是metadata呢 metadata就是直接刻入在 你的音讯讯号档案里面的 一些数据跟资料 就比如说 这首歌的歌手是谁 是什么风格 什么时候发行的 歌曲的名字叫什么 然后你可以甚至在metadata里面 甚至塞入很多形容词 或是标签 比如说海滩的 明亮的 黑暗的 恐怖的 诸如此类的 那在国外有一个 有一个 比如说 它叫什么呀 有一些网路平台好了 我会忘记它的名字 然后呢 它里面 其实就是一个 music很大的一个database 然后 它会让所有的 music supervisor 或是music editor 在里面 key入它要的关键字以后 就可以筛选出所有 符合它想要找的 风格的音乐 而这个东西 华语音乐 也是没有人在做的 华语音乐的人 metadata 基本上趋近于零啊 你能够在歌曲的 metadata里面 找到谁唱的 什么专辑 什么歌 就已经阿弥陀佛了 所以今天就算 有一部片呢 它拍的是 是台湾的故事好了 假设是一个外国人 是一个美国人 它拍一个独立电影 是要拍台湾的故事 它找很多 台湾的歌手的歌曲 它在metadata里面 也找不到 它到最后 它会做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它会做什么 它会直接 hire一个人 然后叫他做出一首 听起来很像 台湾的一首歌 这就是外国人的做法 因为它根本没有 帮助到 所有台湾的资源嘛 对不对 这就是metadata 很多人 这后面的细节 以后我们再慢慢说 那我只是大概略提到 你用音乐 能够带来的收入的方式 有哪些 就大概刚刚讲的那些 那很多东西 是大家都忽略到的 那你就要选几个 你比较了解 或是你觉得 你比较有机会踏入的 或是你身边有资源的 或者是你觉得 能够靠自己 就能够达成的 譬如说演出 演出可能不算 演出必须得 得有人找你去表演嘛 对不对 好假的 这我们拍出演出好了 尸体专辑的销售 你可以靠自己嘛 对不对 周边商品的销售 你可以靠自己嘛 数位串流 也可以靠自己嘛 好不好 影音同步可能没有办法 sinking可能没有办法 但群众募资 你也可以靠自己嘛 那我的建议是 这其中挑两到三项 来当做你每一次发行的重点 然后去执行 去追求 去朝那个目标买进 因为每个人的时间 跟精力都有些 你没有办法靠自己 做到所有的事情 而随着你的规模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能触及 或者是你能操守 你能操到的成分 就会越来越多 你能够hire别人 就是花钱请别人 外包给别人 让别人跟你一起合作 帮你处理的事情 就会越来越多 你就会慢慢延伸到 所有刚刚提到的收入来源 继续扩大 你的收入的那个scale scale scale是什么意思 的规模 我现在真的是 我在录这个podcast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 很挫折 因为我一直自诩 是一个中文很好的 我是个文族 文族 文族手 我是文科生 我以前考试的时候 我很喜欢写作 我是个非常喜欢写作 我以前小时候 就常常写一些什么上文 什么投稿笑看 写一些新诗 投稿笑看 就写一些 就一些奇怪的东西 其实我后来回去看 我会觉得 这个 这写这个还蛮可爱 我以前怎么办法 写出这种东西 可是我现在 讲的这个podcast 我自己听都会觉得 就是你到底在讲什么 这什么文法 这什么 这什么用字 所以 我很感谢大家 就是我在看那个 Data 就是我这个podcast 发行之后 就是上架之后 Data 其实还比我预料中 还蛮多人在听这个podcast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虽然说我中文讲 越来越烂 我自己也有发现 但是真的很感谢大家 一直听我这边讲屁话 好啦 那我们今天讲 这个在作品开案之前 需要烦恼的一些事情 第一个 我们总结一下好了 第一个就是 找到你定位你自己的品牌 也就是整理出这些形容词来 形容你属于你自己 这是我觉得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想要 把自己操作为一个 独立艺术家的话 最重要的事情 不要违背 你自己的品牌定位 不要搞自己 说真的 我真的太多 看了太多人 就是你明明说 自己是什么样 什么样什么样的人 但是你又做出了 完全相反的 什么样什么样的事 不要把大家当白痴 真的 对啊 我就在讲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就是这样嘛 说一套做一套嘛 对不对 不要做中人 尤其你在当艺术家的时候 你做中人 别人就不会花钱 买你的东西啊 对不对 消费者眼睛是雪亮的呀 好了 在你决定你的品牌之后呢 接下来你就是要决定 你的microniche 所谓的microniche呢 在我们这边 我们就把它称作为 在曲风上的细分 而为什么要把曲风 细分到这个程度呢 就是因为 这个分众的形式 这个很多人在讲 这个不用我再说了 这个音乐产业里面 分众的形式已经 已经形成了 就是呢 对于专属风格的 这些专属的这一群人 他们会有共同的 生活方式 共同的喜好 而你的工作呢 就是为这群人 创造出一个 community 什么叫community 创造出一个 族群 群体 然后呢 然后让你在里面呢 当里面的最大的一条鱼 让这些人都跟随你 基本上它的理念 其实就是这样 然后在你决定了 你的microniche之后呢 你就要找出几个 你比较习惯 比较舒服 或者是你比较经验 或者是你有接触到 或者是你有管道的 收入的方式 选出两个到三个 我的建议是两个到三个 收入的方式 然后朝那个方式 朝那个方向 好好去买进 好好的去经营 因为刚开始 你没有办法一个人 做到所有的事情 请不要肖像 你可以在一开始 就做到所有的事情 包括发行啊 周边商品啊 数位串流啊 隐隐同步啊 群众 你不要一开始 就什么都想干 我保证你会失败 因为我以前 就做过这种事 我就是发自己的东西 然后我就什么都想干 什么都想干 这个也想干 那个也想干 然后到最后 其实你会发现 你只要干好 其中一两件事情 你就可以得到 很棒的回馈 那在下一次发行的时候 就可以再继续新增一些 你上一次还没有 发展出的收入管道 一个一个满满的拓展 当艺术家 是一辈子的事情 所以请不要急着 在所有想到的事情 或是所有想到的idea 再一次就做完 所以俗话说得好嘛 来日方长 会必急在一时 对吧 那今天的podcast内容 差不多应该就到这里吧 然后给大家三件 我觉得在作品开案之前 最重要的三件事情 那希望 也有给大家一些期望 那我们下周见啰 我是杨卫宇 See ya 字幕志愿者 杨卫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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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